就是他用机器的方式代替了人工 把我们工法区的头发一株一株的拔起来 所以可想而知就是说 他是为了减少人力的需求 比如说体力的需求 尤其是医师体力的需求 他取代了人工 那他是机器人 他是用所谓的AI 他是真的是一个智慧 人工智慧的方式 他是自己就在自动的取的 他不是说我们医师指挥他去取的 他自己就在取的 那我们医师是负责一个QC的角色 就是一个品质控管的角色 如果品质不好 可能还调一些参数 如果品质好 其实就由他自己取的 当然将来他可能还可以重罚 因为目前还在发展当中 现在效率最好还是取法 重罚的话效率还没有那么好 还没办法取代人工